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让自己一直活在比较里面 不要总是觉得我没有什么而他有 你要看见上帝良给你的那一份 要敬虔加上知足 使你的人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昨天跟你分享说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些我的期待 就好像拉杰 他可以期待说我是一个妻子 我就是想要有一个孩子 这有什么错呢 当然没有错 错在他把这样的一个压力 或者这样的一个期待 放在他的丈夫身上 雅各说我们感情很好啊 我们有很好的婚姻生活 很好的亲密的关系 可是这些都不等于 你就一定会怀孕嘛 能不能够有孩子 不是我这个做丈夫的 可以替你决定的 找错了人 让自己不快乐 你打不到答案 让对方也有很大的压力 不要到最后 没有孩子 就反而失去了丈夫的爱 那就得不偿失了 拉杰找人 得不到答案 他就说 那我自己来 我自己想办法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他的妇女给他的丈夫 说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有我的使女 屁拉在这里 你可以与她同房 使她生子在我的膝下 后面说 我便因他也得了孩子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说 你不帮我 我自己来 我自己想办法 我用我的方法 人最可怕 也最悲哀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是找神 不是寻求神 而是 我有方法 不管是找人 还是找自己 我有方法 常常人的方法到最后 都去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当然你说 可是我找神半天都没有结果嘛 是 他是主 即便我找神 我把我的问题交给神 都不等于神 一定要听我的祷告 神非要成就我所想要的 但是你终究会发现 上帝带你走的一条路 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我本来很想要这个 我就是要就是要 后来也许神没有给我 可是神没有给我 不是神不爱我 而是 祂会知道 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祂会在最对的时候 带你进到祂 最美好的旨意里面 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到最后 人就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 我为你祷告好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正在跟神拔河 你说主啊 我祷告了这么久 你都不听我的 我跟你讲 我不管你了 我要自己来了 千万不要 我要自己来了 因为你自己做的决定 你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 我们必须承认 我承担不起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安慰 鼓励那些 在等待当中 快要走不下去的人 求你透过今天 这一集的恩典365 向他们说 你仍然在 你正在进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愿主对你说 你的救赎主 是活着的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